一任群邦急,无一苦争春,临落成名也做成,只有相如故,对任何时代而言,一个人要做到不为名所类,不为力而争,不为于所有而独善其身很难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,人性越来越经不起考验,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,而目的却越来越简单,然而,社会的发展必然有它的自然规律。 老子说,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,你我不是救世主,不能改变整个世界,要想在变化中求生存,在前行中求发展,就一定要学会随于而安,顺其自然,用平常先去适应变化的世界,用但博明镜的态度,去对待世间万事万物。 积极的忍耐,还要有建议不拔的精神,保持宽容和谐的人生态度,不悲观厌世,不带个人偏见,去对待社会发展和自然规律,找出顺应的方法,融入自然与社会之中。 积平常心是道,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,则是是平常,无时不乐,也无时无忧,以坦然之心对生活,则之坦然是之一旦然,不因得意忘形,也不因事意变形,以宁静之心看事物,以平和之心处世人。 世界不是一片净土,然而人的心灵可以是一片净土,世界不是安静的,然而人的内心世界可以保持宁静,心中若有桃花园,何处不是水云间? 你的内心有多复杂,这个世界就有多复杂,你简单了,这个世界也就简单了,只要你依据不能从黑暗的枷锁中得到解放,幸福是不可能降临到那可怜的灵魂身上。 那么,人活着也只是在呼吸而已,毫无意义,在人生的旅途中,有风有雨有情,有山有雪有花,有苦有悦有德有识,这便是人生,什么时候学会随缘,什么时候才能放下,心放平浪,才能风平浪静,心放正浪,才能一帆不顺,心放下浪,幸福才能真正属于你,思想是心灵的雕塑师。 不一样的思想折射,不一样的人生,一样的眼睛有不一样的看法,一样的耳朵有不一样的听法,一样的嘴巴有不一样的说法,一样的心有不一样的想法。 在这儿眼中,春天不是季节,而是内心,生命不是虚体,而是心性,人生不是最热,而是永恒,云水不是景色,而是情怀,日出不是早晨,而是朝气,风雨不是天象,而是锤炼,老人不是年龄,而是心静, 沧桑不是自然,而是经历,幸福不是状态,而是感受,心里有春天,心花才能绽放,心中有大海,心胸才能宽广。 这些都源于新的境界,心轻则鸣,心魂则拙,心成明浪,世界也就明亮了,千魔王姬还坚静,然而东南姬北风,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,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无奈,只要拥有一颗平常心看世界,世界变在你心中,保持内心的宁静,不抗不悲,不急不躁,保持它的纯净与芳香, 不去可以争什么,不去可求别人什么,心中有的世界就会充满爱,活在自己的内心的世界中,充实自己丰富自己,即使没有鲜花与掌声,也要把春天重在心里,人的精神世界是唯一没有人能够抢走,没有人能够占有,没有人能够偷走的,它是属于你的唯一的精神花园, 是你生存于世界的唯一的一块精神净土 小溪,从不自卑自己的浅薄,时刻坚信,只要前进,终会发现大海 小草,即使不能献给春天,一缕芳香,也要把一片心里献给大地,人生最美的风景,不时得到多少,而是得到多少都不在乎,一颗平常心,不会是对抗潜伏在生活中的那些城府,机关,权谋,陷阱的戾气,却是降解人生苦痛,营造瓶和心境的良药,它就像巍峨的高山一样,永远也立于你的内心之中, 带给你无限的光光,与情境,一缩烟欲见平盛,挥手将来消色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情,人生不外乎两个,一个是知道,一个是知足,知道,让人活得明白,知足,让人活得平和,生命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,我们永远不必羡慕任何人,任何事,一切的烦恼与痛苦都来自于执着,放不下一段不再精神, 感情,放不下一些诱惑的欲望,放不下一段温怨,其实人生无畏于直者,学会随缘,学会一笑而过,学会宽容,春又春的风情,下有下的恋恋,秋有秋的素节,冬有冬的雅致,人生各有各的美丽,各有各的潇洒,你笑,全世界跟着你笑,你哭, 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哭,世上没有不平的事,只有不平的心,不去怨,不去恨,淡然一切,放失如烟,经历了,醉了,醒了,醉了,结束了,忘记吧,忘记刻骨铭心的伤痛,忘记痛彻心悲的情感, 那将是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幸福,爱过,痛过,拥有过,失去过,忘记过,这便是多彩的人生,如果我们能想明白了这一点,我们就活得自在,活得开心,活得快乐了,大多数学后我们的不快乐,都是我们与的人比较时候的一种心理不平衡,并不是真正的不快乐, 因此,保持自己内心的独立,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安安,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,平平淡淡,简简单单,快快乐乐,和乐而不为乐,文,清风盼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